1931年,25岁的年轻人要给数学挖坟 他想写一本终极教科书,装下所有数学真理 每一句都能被严格证明,无懈可击 连上帝都挑不出漏洞 他耗了整整一年,写完900页 眼看差最后一页就能封神 提笔和帽的瞬间却骤然停住 戈德尔重新执笔,在纸页中央写下一行字 这句话无法被证明 洛比什他自己都愣住 这话到底是真还是假 若它为真,说明数学里藏着永远证不出的真理 若它为假,意味着这话能被证明 可一旦被证明,它又成了真的 怎么选都是死局 整个数学体系在那一秒轰然开裂 要么认下体系里有永远证不了的真话 要么接受体系自相矛盾,彻底崩塌 戈德尔仅凭一句话 就把数学从完美神殿拽成了满是裂缝的废墟 这就是戈德尔不完备定理 任何足够强大的系统,要么不完备,要么不一致 数学疯了,逻辑乱了 就连上帝想写一本无缺的宇宙说明书 也会卡在最后一页 别再执着绝对真理 宇宙留给我们的 从来只有带裂缝的答案 没看懂,再看一遍